自从大海牛李晨和范冰冰公布恋情以来 一直被粉丝网友们在各种场合各种睡婚 终于今年在范冰冰36岁生日之天 李晨求婚范冰冰成功 大海牛浪漫的求婚精心准备的礼物 各种细心把范冶感动的梨花待遇 但一生我愿意让小编觉得冰冰真的是要嫁给爱情了 范冰冰与李晨之间的恋爱一直很高调 不管是大姐还是小姐 李晨都会给范冰冰不同的惊喜 这么一个对范冰冰用心爱护的男人 最近竟然在网上公开黑范冰冰 有不少网友吐槽到胆子不小不想结婚了吗 李晨做导演拍的空天烈效果不好 李晨还为此赔了几个亿 看来李晨不适合做导演 还是乖乖的做演员吧 网友吐槽 大海牛你拿什么去范冰冰回家呀 所谓的爱情成功事业实施 随后范冰冰说李晨是我最黑的粉 还是得对范冰冰好点 虽然答应了李晨的结婚 但是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反悔的 不要以为答应了就可以随便欺负了 还有一计划2018年努力生卑鄙先恭喜了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也很有可能 此前邓超在微博中就以自己是李晨的口味说过 王王公天烈就要取范冰冰 现在就等着公布好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